9月5号上午 中非携手行动教育赋能女性 中非妇女教育主题会议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 出席并致辞 来华参加2024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26位非洲国家领导人配偶 及代表共同出席 彭丽媛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和非洲是休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非女性用勤劳智慧奉献 谱写了团结合作 携手前行的华丽篇章 彭丽媛介绍了中国春蕾计划 实施30多年来 通过教育赋能女性 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取得的丰硕成果 表示在促进妇女教育事业发展 迈向美好未来的征程上 中国和非洲志同道合 双方应继续发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共同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 朝着更加公平包容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 塞内加尔总统夫人玛丽等代表非方发言 他们感谢彭丽媛为推动非洲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 做出的杰出贡献 赞赏中方长期以来在相关领域为非洲各国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团结合作 帮助更多女性创造幸福生活 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 作为中国优秀女性代表发言 彭丽媛还同非洲贵宾们 一道欣赏了少年儿童合唱和金剧表演 参观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妇女教育成果展示 现场气氛热烈友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